第三回定哀光王婆受惠射圈套浪子思挑诗曰 乍对不相识 徐思四有情 悲前交一面 花底练双经 人叉人亚经心态 含糊问旧名 隐含金叶竹 心意挤交横 话说西门庆央王婆 一心要会纳此而一面 便道 干娘 你端的与我说这件事成 我便送十两银子与你 王婆道 大观人 你听我说 但凡哀光的两个字最难 怎的是哀光 比如如今俗乎偷情就是了 要五件事俱全 方才行的 第一要攀安的帽 第二要驴大行货 第三要邓通班有钱 第四要青春少小 就要免礼珍一般软款忍耐 第五要闲功负 此五件 换作攀驴邓小贤 都全了 此事便获得着 西门庆道 实不瞒你说 这这五件事我都有 第一件 我的帽虽比不得攀安 也冲得过 第二件 我小时在三街两项油串 也曾养得好大龟 第三 我家里也有几贯钱财 虽不及邓通 也颇得过日子 第四 我最忍耐 他便打我四百顿 休想我回他一拳 第五 我最有闲功负 不然如何来的嫩勤 干娘 你自作成 完备了时 我自重重谢你 王婆道 大观人 你说五件事都全 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打搅 也多事成不得 西门庆道 且说 什么一件事打搅 王婆道 大观人 修怪老身直言 但凡哀光最难 十分 有使钱到九分九离 也有难成处 我知你从来签令 不肯胡乱便使钱 只这件打搅 西门庆道 这个容易 我只听你言语便了 王婆道 若大观人肯使钱时 老身有一条妙计 需教大观人 何这词而会 一面 西门庆道 端帝有甚妙计 王婆笑道 今日晚了 且回去 过半年三个月来商量 西门庆央吉道 干娘 你修萨科 自作成我则个 恩有重报 王婆笑哈哈道 大观人却又慌了 老身这条妓 虽然入不得五成王庙 端帝强似孙武子教女兵 十桌八九着 今日十对你说了罢 这个词尔来历 虽然微莫出身 却到百灵百利 会一首好弹唱 真指女工 百家歌曲 双路象棋 无所不知 小名叫做金莲 娘家姓潘 原是南门外攀财的女 而 迈在张大户家学谈唱 后因大户年老 打发出来 不要五大一文钱 白白与了他为妻 这词尔等闲不出来 老身无事长过去 与他闲坐 他有事意来请我理会 他也叫我做干娘 五大这两日出门早 大官人如干此事 便买一匹蓝筹 一匹白筹 一匹白卷 再用十两好眠 都把来与老身 老身却走过去问他借历日 殃及他捡个好日期 叫个裁缝来坐 他若见我这般说 捡了日期 不肯与我来坐时 此事便休了 他若欢天喜地说 我替你坐 不要我 叫裁缝 这光便有一分了 我便请的他来坐 就替我缝 这光便二分了 他若来坐时 五间我却安排些九十点心请他吃 他若说不便当 定要将去家中做 此事便休了 他不言语吃了食 这光便有三分了 这一日你也莫来 直至第三日 赏午前后 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 以咳嗽为号 你在门前叫道 怎的连日不见王甘娘 我买盏茶吃 我便出来 请你入房里坐吃茶 他若见你便起身来 走了归去 难道我扯住他不成 此事便休了 他若见你入来 不 动身时 这光便有四分了 坐下时 我便对此而说道 这个便是与我依附施主的官人 窥杀他 我便夸大官人许多好处 你便卖弄他真指 若是他不来都懒答应时 此事便休了 他若口中答应与你说话时 这光便有五分了 我便道 却难为这位娘子与我做成出手作 窥杀你两施主 一个出钱 一个出力 不是老身路其相秧 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 官人做个主人替娘子交交手 你便取银子出来 秧我买 若是他便走时 难道我扯住他 此事便休了 他若是不动身时 事物一成 这光便有六分了 我却拿银子 临出门时对他说 有劳娘子相待官人做一做 他若起身走了家去 我终不成阻挡他 此事便休了 若是他不起身 又好了 这光便有七分了 待我买的东西提在桌子上 便说 娘子且收拾过生活去 且吃一杯而久 难得这官人坏钱 他不肯和你同桌吃 去了 此事便休了 若是他不起身 此事又好了 这光便有八分了 待他吃得酒浓食 正说的入港 我便推到没了酒 再教你买 你便拿银子 又邀我买酒去 并果子来配酒 我把门拽上 官你两个在屋里 他若焦躁跑了归去时 此事便休了 他若由我拽上门 不焦躁时 这光便有九分 只欠一分了 只是这一分道难 大官人你在房里 便这几句甜话而说入去 却不可造报 便去动手动脚打脚了事 那时我不管你 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 扶落一双柱下去 只推十柱 将手去他脚上捏一捏 他若闹将起来 我自来搭救 此事便休了 再也难成 若是他不做生时 此事时分光了 这时 分光做完备 你怎的谢我 西门庆听了大喜道 虽然尚不得灵烟阁 甘娘你这条计 端帝绝品好妙计 王婆道 却不要忘了许我那十两银子 西门庆道 便得一片橘皮吃 且莫忘了洞庭湖 这条计 甘娘几时可行 婆道 知今晚来有回报 我如今趁五大未归 过去问他借历日 细细说与他 你快使人送将筹券棉子来 休要迟了 西门庆道 甘娘 这是我的事 如何敢失信 于是坐别了王婆 离了茶寺 就去街上买了筹券三匹并食 两清水好眠 家里叫了戴安尔用沾包包了 一直送入王婆家来 王婆欢喜收下 打发小丝回去 正是 乌山云雨几时就 莫妇乡王住楚台 当下王婆收了筹券免子 开了后门 走过五大家来 那妇人接着 走去楼上坐的 王婆道 娘子怎的这两日不过凭家吃茶 那妇人道 便是我这几日身子不快 懒走动的 王婆道 娘子家里有历日 介于老生看一看 要各才一的日子 妇人道 甘娘才慎衣服 王婆道 便是因老生食病酒 痛 怕一时有些山高水低 我儿子又不在家 妇人道 大哥怎的一向不见 王婆道 纳斯跟了各客人在外边 不见各阴性回来 老生日逐单心不下 妇人道 大哥今年多少年纪 王婆道 纳斯十七岁了 妇人道 怎的不与他寻各亲事 与干娘也替得手 王婆道 因是这等说 家中没人 待老生东愣西捕的来 早晚要替他寻下个儿 等纳斯来 却在理会 见如今老生白日黑夜 只发喘咳嗽 身子打碎般 睡不倒的 只害疼 一时 先要预备下送中衣服 难得一个财主观人 常在平家吃茶 但凡他宅里看病 埋食女 说亲 见老生这般本分 大小事无不管顾老生 又不失了老生一套送中衣料 筹券表里俱全 又有若干好眠 放在家里一年有余 不能够做的 今年觉得好生不济 不想又撞着润月 趁着两日到闲 要做又被那裁缝勒手肯 只推生活忙 不肯来做 老生说不得这苦也 那妇人听了笑道 只怕奴家做的不忠意 若是不闲时 奴这几日到闲 出手与干娘做如何 那婆子听了 堆下笑来说道 若得娘子跪手坐时 老生便思也得好处去 久闻娘子好真指 只是不敢来相殃 那妇人道 这个何妨 既是许了干娘 物要与干娘做了 将历日去交人捡了黄道好日 奴便动手 王婆道 娘子修推老生不知 你诗词百家娶儿内字样 你不知是了多少 如何交人看历日 妇人微笑道 奴家字又失学 婆子道 好说 好说 便取历日地语妇人 妇人接在手内 看了一回 道 明日是破日 后日也不 好 直到外后日方是才一日期 王婆一把手取过厉头来挂在墙上 便道 若得娘子肯与老生坐时 就是一点福星 何用选日 老生也曾央人看来 说明日是个破日 老生指道 才一日不用破日 我不计他 那妇人道 归受衣服 正用破日便好 王婆道 既是娘子肯坐成 老生胆大 只是明日启动娘子 道 涵家则各 妇人道 何不将过来坐 王婆道 便是老生也要看娘子做生活 又怕门手没人 妇人道 既是这等说 奴明日饭后 过来 那婆子千恩万谢下楼去了 当晚回复了西门庆话 约定后日准来 当夜无话 次日清晨 王婆收拾房内干净 预备下针线 安排了茶水 在家等候 且说五大吃了早饭 挑着蛋儿子出去了 那妇人把帘儿挂了 吩咐银儿看家 从后门走过王婆家来 那婆子欢喜无限 接入房里坐下 便浓浓点一盏胡桃松子泡茶 与妇人吃了 墨的桌子干净 便取出那绸卷三匹来 妇人晾了长短 裁得完备 逢将起来 婆子看了 口里不住喝彩道 好手段 老身也活了六七十岁 眼里真各不曾见这般好真指 那妇人奉到日中 王婆安排些酒食请她 又下了一炷面 与那妇人吃 再逢一些 将次晚来 便收拾了生活 老婆自归家去 恰好五大挑蛋而进门 妇人拽门下了帘子 五大入屋里 看见老婆面色微红 问道 你那里来 妇人应道 便是剑壁干娘秧我做送中衣服 日中安排些九十点心请我吃 五大道 你也不要吃她的才是 我们也有殃及她处 她便殃你做的衣裳 你便自归来吃些点心 不值得 什么 便搅挠她 你明日再去做食 带些钱在身边 也买些九十与她回礼 常言道 远亲不如近邻 休要失了人情 她若不肯教你还礼时 你便拿了生活来家 做还与她便了 正是 阿姆牢笼设计身 大郎鱼路不知音 带钱买九愁奸诈 却把婆娘自送人 妇人听了五大言语 当晚无话 次日饭后 五大挑蛋而出去了 王婆便学过来相请 妇人去到她家屋里 娶出生活来 一面凤来 王婆忙点茶来 与她吃了茶 看看凤道日中 那妇人向秀 终娶出三百文钱来 向王婆说道 干娘 奴何你买斩酒吃 王婆道 阿呀 那里有这个道理 老身央及娘子 在这里做生活 如何教娘子到出钱 婆子的酒食 不到吃伤了理 那妇人道 却是拙夫吩咐奴来 若是干娘见外食 只是将了家去 做孩干娘便了 那婆子听了道 大郎直嫩地小事 既然娘子这般说食 老身且收下 这婆子生怕打搅了事 自幼天前去埋好九号时来 殷勤相待 看官听说 但凡世上妇人 有你十分精细 被小一耳 纵十个九个着了道耳 这婆子安排了九十点心 和那妇人吃了 再逢了一些 看看晚来 千恩万谢归去了 话修旭凡 第三日早饭后 王婆只张五大出去了 便走过后 后门手叫道 娘子 老身大胆 那妇人从楼上应道 奴却带来也 两个私见了 来到王婆房里坐下 取过生活来奉 那婆子点茶来吃 自不必说 妇人看看奉到晌午前后 却说西门庆巴不到此日 打选衣帽齐齐整整 身边带着三五两银子 手里拿着撒金穿扇耳 摇摇摆摆敬网 子时接来 到王婆门手 便咳嗽道 王甘娘 连日如何不见 那婆子乔科 便应道 悟得谁叫老娘 西门庆道 是我 那婆子赶出来看了 笑道 我只道是谁 原来是大官人 你来得正好 且请入屋里去看一看 把西门庆袖子指一脱 脱进房里来 对那妇人道 这个便是与老身衣料施主官人 西门庆睁眼看着那妇人 晕环叠脆 粉面生春 上穿白布衫耳 桃红裙子 蓝笔甲 正在房里做衣服 见西门庆过来 便把头低了 这西门 庆连忙向前屈身畅诺 那妇人随即放下生活 还了万福 王婆便道 难得官人与老身断匹筹卷 放在家一年有余 不曾得作 窥杀林家这位娘子出手与老身做成全了 真个是不羁也丝毫针线 缝得又好又密 真个难得 大官人 你过来且看一看 西门庆拿起衣服来看了 一面喝彩 口里道 这位娘子 传得这等好真旨 神仙一般的手段 那妇人低头笑道 官人修笑话 西门庆顾问王婆道 干娘 不敢动问 这位娘子是谁家宅上的娘子 王婆道 你猜 西门庆道 小人如何猜得着 王婆哈哈笑道 大官人你请坐 我对你说了吧 那西门庆与妇人对面坐下 那婆子道 号教大官人得知吧 你那日屋檐下走 打得正好 西门庆道 就是那日在门首插杆打了我的 道不知是谁家宅上娘子 妇人分外把头低了一滴 笑道 那日奴物冲撞 官人羞怪 西门庆连忙应道 小人不敢 王婆道 就是这位 却是见弊五大娘子 西门庆道 原来如此 小人失瞻了 王婆阴望妇人说道 娘子你认得这位官人吗 妇人道 不时得 婆子道 这位官人 便是本县里一个财主 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 叫做西门大官人 家有万万贯钱财 在县门前开生药铺 家中前过北斗 米烂成仓 黄的是金 白的是银 圆的是猪 放光的是宝 也有犀牛头上脚 大象口中牙 他家大娘子 也是我说的美 是吴千户家小姐 生得百灵百利 英问 大官人 怎的不过贫家吃茶 西门庆道 便是家中连日小女友人家 定了 不得闲来 婆子道 大姐有谁家定了 怎的不请老申去说美 西门庆道 被东京八十万进军阳提都庆家 臣宅定了 他儿子臣敬继才十七岁 还上学堂 不是也请干娘说美 他那边有了个文嫂儿来陶铁儿 俺这里又是常在家中走的卖翠花的薛嫂儿 同坐宝山 说此亲事 干娘若肯去 到明日下小茶 我使人来请你 婆子哈哈笑道 老申哄大官人耍子 俺这没人们都是狗娘养下来的 他们说亲时又没我 做成的熟饭儿怎肯搭上老申一分 常言道 当行呀当行 到明日去过了门时 老申胡乱三朝五日 拿上些人情去走走 讨得一张半张桌面 道是正经 怎的好和人斗气 两个一弟一句说了一回 婆子只顾夸奖西门庆 口里假草 那妇人便低了头缝针线 水性从来是女流 被夫常与外人偷 今年心爱西门庆 淫荡春心不自由 西门庆见今年有几分情意欢喜 恨不得就要成双 王婆便去点两盏茶来 第一盏西门庆 一盏与妇人 说道 娘子相带官人吃些茶 悬又看着 西门庆 把手在脸上摸一摸 西门庆已知有五分光了 自古风流茶说喝 九世色眉人 王婆便道 大官人不来 老申也不敢去宅上相请 一者原法壮裕 二者来得正好 常言道 一刻不凡二主 大官人便是出钱的 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 亏杀你这两位施主 不是老申陆其相反 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 官人豪与老申做个主人 拿出些银子买些九十来 与娘子交交手 如何 西门庆道 小人也见不到这里 有银子在此 便向携带离取出来 曰 有一两一块 帝与王婆 交备伴九十 那妇人便道不消生寿 口里说着恰不动身 王婆接了银子 临出门便道 有劳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 我去就来 那妇人道 干娘免了吧 却亦不动身 王婆便出门去了 丢下西门庆和那妇人在屋里 这西门庆一双眼不转睛 只看着那妇人 那婆娘也把眼来偷缩西门庆 又低着头做生火 不多时 王婆买了剑橙肥鹅烧鸭 熟肉鲜鱼炸 细巧果子 归来尽把盘叠胜了 摆在房里桌子上 看那妇 人道 娘子且收拾过生火 吃一杯而久 那妇人道 你自陪大官人吃 奴却不当 那婆子道 正是专与娘子交手 如何却说这话 一面将盘转却摆在面前 三人坐下 把酒来针 西门庆拿起酒盏来道 干娘香带娘子满饮几杯 妇人谢道 奴家亮浅 吃不得 王婆道 老身得知娘子红饮 且请开怀吃两盏儿 那妇人一面接酒在首 向二人各道了万福 西门庆拿起柱来说道 干娘替我劝娘子歇菜儿 那婆子捡好的地将过来语 妇人吃 一连蒸了三巡酒 那婆子便去烫酒来 西门庆道 小人不敢动问 娘子青春多少 妇人低头硬道 二十五岁 西门庆道 娘子道与家下建内同庚 也是庚臣属龙的 她是八月十五日子时 妇人又回应道 将天比地 折杀奴家 王婆便插口道 好个精细的娘子 百灵百利 又不枉座的一手好针线 诸子百家 双路象棋 折牌道字 皆通 一笔好写 西门庆道 却是那里去讨 王婆道 不是老身说是非 大官人宅上有 许多 那里讨的一个四娘子的 西门庆道 便是这等 一言难尽 只是小人命薄 不曾招的一个好的在家里 王婆道 大官人先投娘子虚也好 西门庆道 修说 我先妻若在时 却不嫩的家无主 巫道术 如今身边王字有三五七口人吃饭 都不管是 婆子曹道 连我也忘了 没有大娘子得几年了 西门庆道 说不得 小人先妻尘世 虽是微末出身 却到百灵百利 是箭都替的我 如今不幸她没了 已过三年来 今季取这个箭磊 又常有疾病 不管是 家里的勾当都七颠八道 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来 在家里时 便要呕气 婆子道 大官人 修怪我直言 你先投娘子 并如今娘子 也没这大娘子 这手针线 这一表人物 西门庆道 便是房下们也没这大娘子一般而风流 那婆子笑道 官人 你养的外宅东街上住的 如何不请老身去吃茶 西门庆道 便是唱曼曲儿的张西春 我见她是陆其人 不喜欢 婆子又道 官人你和勾兰中李娇儿却长久 西门庆道 双引号 这个人见金仪娶在家里 弱得她会当家时 自策证了她 王婆道 与卓二姐却相交的好 西门庆道 卓丢儿别要说起 我也许在家做了第三房 近来得了个戏集 却又没了 婆子道 耶口乐 耶口乐 若有四大娘子这般中官人意的 来宅上说 不妨是吗 西门庆道 我的爹娘具已没了 我自主张 谁敢说个不字 王婆道 我自说耍 急切便那里有这般中官人意的 西门庆道 做什么便莫 只恨我夫妻缘分上保 字不 撞这里 西门庆和婆子一地一句说了一回 王婆道 正好吃酒 却又没了 官人休怪老身拆拨 买一瓶儿酒来吃如何 西门庆便向携带内 还有三四两散银子 都与王婆 说道 干娘 你拿了去 要吃食指固取来 多得干娘便就收了 那婆子卸了起身 缩那粉头十 三中九下肚 轰动春心 又自两个言来与去 都有意了 只低了头不起身 正式 演绎梅琴足未修 因缘相凑欲风流 王婆摊会无他计 一味花眼巧舌头 一样 一样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